新北市长期推动礼环境认证计划 今年迈入11周年 一共评选出730个极优礼 由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颁奖表扬 其中新店区有50个礼获奖 同时荣获年度总考核第一组第四名 陈姬斐然 其中有很多都是新参加的一个礼 经过其他的五星级的礼长来辅导之后 也同样获得五星级的奖项 那参加这个奖项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不仅可以维护我们环境的一个整洁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奖金的一个鼓励 让礼长在执行一些礼政的时候 能够做最大的发挥 新店区50个获奖礼中 有48个礼得到五星认证 两个礼为三星认证 另外还有六个基优种子礼 所谓基优种子礼 就是由三年以上获得五星认证的礼长 担任种子讲师 包括了国风中山江陵 国校文中安和 由这些有经验的种子礼 礼长辅导带领新进礼长参加评见 让新店区在环境认证上更上一层楼 我们种子礼的礼长 就是要辅导这新进的礼长 就是在环境方面 还有在支援回缩 还有他们的志工的培训 这方面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而且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就进入那个我们环境认证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们了解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能够得到五星级 这次新店区不少新商任里长都是首度参加环境认证 像是中城里里长蔡文芳就表示 由于中城里临近捷运站 在环境维护上需要更费心 但幸好有一群强大的志工群 靠着大家努力 让中城里可以获得五星殊荣 大家的努力 然后加上就是 李明 他们大家也都是很配合 然后因为我们的地点也是位于捷运站附近 那捷运站附近最多的就是过路客 那过路客最多就是什么垃圾 那我们的林长跟我们的志工 就是我们都会随手捡 然后看到就会随手整理 所以在这个环境上面 我们几乎都是保持得非常干净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表示 今年参与认证的里数达到70.7% 与102年开办的第一年相比多了1.85倍 显见里环境认证制度 已经获得大多数里长和里民的支持 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了生活环境整洁努力 我记得在第一届102年推出的时候 我们有393个里参加 到今天这一届的颁奖已经有730个里 那这代表了一个里数很大量的成长 那整个的评比计划代表已经落实到里来做 这个所有的推动 新田区一直以来在里环境认证上都相当努力 今年不仅参与率超过了八成 通过率更是百分之百 新田区区长陈一军表示 非常感谢里长们的积极投入 以及致义工的无私奉献 共同让家园更加干净美丽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